在美国大导演昆汀塔伦蒂洛被称为鬼才导演 他的电影一向不按常理出牌 喜欢雪江四剑暴力横飞 就算是二战这种题材也照样给你玩出花样 本期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让他获得八项奥斯卡提名的战争电影 无耻混蛋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德国纳粹占领了法国全境 这天农场迎来了几个手持武器的不速之客 为首的长官正是阴险横辣 有着犹太猎手之称的党卫军上校汉斯兰达 只见他言谈间是彬彬有礼 告诉农场主别紧张 自己只是例行公事 还拉拉关系的称赞对方三个女儿的美貌 虽然言辞温和 可是谁都不敢放松警惕 大家都知道他狠辣的手段 农场主让女儿拿出美酒招待 汉斯上校礼貌的表示 要入香随俗喝牛奶就行 完事又胜赞牛奶的鲜美 接着贴心的提出要谈的事太过残酷 让女孩们先回避一下 三个女儿前脚刚走 汉斯就以自己法语不好为由 要求跟农场主用英语交流 因为他早就调查过对方英语没问题 原来呀 这附近有四家犹太家庭 已经被处决了三家 但是剩下的那一家 却离奇的失踪了 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线索 农场主连忙表示他们不熟 并假装努力回应那些人的信息 而此时的地板下面 犹太邻居一家正战战兢兢的听着 由于不懂英语 根本不明白谈话的内容 汉斯见对方没说实话 说起自己犹太猎手绰号的由来 他认为那些犹太人就是老鼠 自己就是专门抓老鼠的猫 猫不会随便亮出爪子 既然我出现在这儿 就有十足的把握 接着他收起了和善的面容 露出了音质之色 历声质问 那家犹太人是不是就在地板下 农场主在对方的高压下崩溃了 毕竟自己还有三个女儿 也要为他们的安全着想 不得不指出了藏身地点 而汉斯上校不慌不忙 用法语假意告辞 实际上召集手下悄悄的进了屋 然后朝着地板疯狂射击 万万没想到啊 这个犹太家庭最小的女儿 苏珊娜侥幸逃了出来 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超出了手枪的射程 汉斯不得不放弃 就如他所说的 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不会随便出手 另一边 我们不讲武德的拦主 美国陆军上尉大皮子 奉命召集犹太裔特种兵 组成了一支游击队空降法国 他们在德军占领区的腹地 四处游走 打击落单的纳粹 拦主形势非常狠了 从不按常理出牌 因为他有印第安血统 于是乎命令手下人 效仿印第安人 对付敌人的手段 每当得手 就割下敌人的头皮 有时候也会故意留下火口 回去散布恐惧 不过呢 会在额头上画上纳粹的标志 进行羞辱 因此 他们也被称为混蛋特工 这支队伍的存在很快 让德军温风丧胆 首脑希特勒 对他们是恨之入骨 却又无可奈何 转眼 时间来到了1944年 那个逃走的女孩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苏珊娜 已经隐姓埋名 在巴黎生活了三年 期间 继承的叔叔留下来的电影院 虽然看似平静 但是内心却始终难忘 家人被杀的情景 对德军那是恨之如骨 懒斩笑颜 这天 一个德国的二等兵 路过电影院 立刻被他亲冷的气质所吸引 这荷尔蒙上头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女主恨透了德国脑 自然是拒绝的 没想到这一天 正好有个纳粹高级军官 主动跑过来问候这个二等兵 话里话外全是彩虹屁 此时他才知道 这个二等兵是最近狠出风头的 网红狙击手 名叫佐勒 听说在一次战役中 单枪匹马 狙杀了三百多个盟军士兵 这种光辉战绩 被党卫军拿去大作文章 以鼓舞士气 甚至还拍成了电影 佐勒在片中本色出演自己 只是电影还没上音 一想到这种人 竟然给党卫军卖米 女主是路不可遏 转身就走 佐勒却一脸茫然 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拒绝 没想到隔天 一个德国商校就找上了门 强行将女主带走 原来 佐勒为了赢得女孩方心 想制造一个惊喜 邀请他来参加党卫军 高层的晚宴 还隆重的将他介绍 给了党卫军的宣传部长 极力推荐自己电影的首映里 就在女主的电影院举行 女主本来就战战兢兢的 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能陪笑 就在即将散席的时候 犹太猎手汉斯上校也来了 他作为本次首映里的安保主管 现场除了一群党卫军 高层以外甚至希特勒 本人也会清理 所以他会审查每一个环节上的 每一个人 女主更加害怕了 不知道这只老狐狸 会不会认出自己来 汉斯露出了招牌式的微笑 和颜悦色的聊着天 学问他跟佐勒 是怎么认识的 这么年轻 怎么会有一家电影院 这些看似平常的捞家常 却是他置身的法宝 因为破绽 就藏在人们的直言片语中 说的越多 包揉的就越多 女主虽然心里慌得一批 但是表面上还是假装从容应答 就在气氛已经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 汉斯突然脸色一变 汉斯走后 女主如劫后余生 彻底绷不住了 回到电影院 他佐思又想 决定利用这次手印里 放火烧死那些德国鬼子 为家人报仇 自己这么多年 收藏了350多盘胶片 极其易燃 正好可以引火 另外还录了一个短片 准备拼接在内部电影的胶片上 作为点火的讯号 与此同时 英国军方也得知了 纳粹即将在巴黎举行电影手印里的情报 届时所有高官都会出席 所以呢 也打算趁这个机会展开一场定点爆破行动 曾经做过影评人的 德语又十分优秀的法沙中尉 成了最佳人选 届时他可以打扮成德国电影人 混入其中 而这次行动 要先空降到巴黎 跟大皮子的队伍一起联手 另外当地的女影星 也是双面间谍的范小姐负责接引 她有办法带众人混进会场 碰头的地点 定在了一家地下酒馆 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 大家都被这位范小姐给蠢哭了 在这种毫无退路的环境里 一旦暴露就只能等死 可是为了完成任务 也只好活出去了 法沙和另外两名德义特工 乔装成纳粹军官 进去碰头 拦住大皮子不懂德语 带着人留守在外接应 原以为这是一个门庭冷落的隐秘酒馆 没想到一进去 就看见了一群德国兵 女影星赶紧脱身过来解释 其实平时这里很少人来 今天偏偏其中一个德国士兵的老婆生了孩子 才放了一天假 过来庆祝 还没说上几句话 喜当爹的士兵就向女影星索要签名 拿到后又喋喋不休的不肯离开 法沙不赖凡 大声训斥 想要将人赶走 却不小心暴露了他的口音 更没想到的是 角落里还蹲着一个熟悉德国各地方方言的盖世太保 忍不住上前盘插起来 气氛顿时剑拔弩张 法沙不晃不忙的回答 自己来自偏僻的德国帕鲁峰山脚下 那个地方口音就是这样的 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 还表示自己做过演员 和全家人一起在德国某部电影里挡过酱油 恰好那部电影盖世太保还看过 他盯着法沙的脸努力回忆 可是那种酱油角色他怎么能记得呢 女影星赶紧打圆巢 一场危机 眼看就要化解 盖世太保又想起 驻守巴黎的军官他全都认识 你这三人看起来很面身 法沙镇定的回答自己 确实不属于这里 只是作为女影星的蓝伴来参加手艺礼 怎么说以前也是当过演员 算是半个圈子里的人 当然不能错过这次盛典了 这套说辞看起来天衣无缝 也合情合理 可是盖世太保还是不肯罢休 提议一起玩游戏吧 法沙只好非常不快的提出 我们好不容易见一下老朋友 想叙叙旧 就不能让我们单独聊一聊吗 盖世太保见对方态度坚决 再次提议喝一杯就离开 法沙心里憋着火啊 对着九宝做出了一个手势 示意拉三个杯子 而就是这个手势让他们暴露了 因为德国人不是这个习惯 双方立刻拔枪相向 就这样降生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毕竟德国鬼子人多失重 一旦其他士兵反应过来 他们就没有胜算了 法沙决定拼了 于是在大混战中 大部分人都当场挂了 除了那个喜当爹的德国士兵 此时埋伏在外的混蛋特工们 听到枪声想要进来 士兵一顿疯狂扫射 又退了回去 没想到女影星还活着 男主提出 只要他们把女影星带走 就不会伤害士兵 这个士兵也别无选择 只好答应下来 听从要求放下机枪 然而女影星为了避免身份暴露 果断将其射杀 来到安全的地点 男主对女影星产生了怀疑 定在那么危险的地方见面 有这么多德国兵 是不是你故意下套 不过一番盘问 也就相信了 可是现在来说 三个潜入的重要人物 全部牺牲了 接下来怎么实施 爆破计划呢 他们这一群人不懂德语 没人帮忙 肯定是不可能晋升的 男主会一点点意大利语 提议以意大利电影圈人士参加 赶鸭子上架了 另一遍 犹太猎手汉斯上校 来到地下酒馆的惨案现场视察 他早已将混蛋特工的资料烂熟于心 立刻认输了其中几个 只是现场一只高跟鞋 引起了注意 接着又发现了女影星签名的纸巾 而现场并没有那个女人的尸体 一个在火壁现场全身而退的人 那必然是一个重要人物啊 时间终于到了手印里的当天 女主准备好了一切 还随身带了一把手枪 以备不时之需 此时大厅里的党卫军高官 祭祭一堂 汉斯也带着招牌的假校 游走在人群中寻找着猎物 他礼貌的询问 脚上的石膏是怎么回事 女影星连忙谎称 是爬山时不小心摔的 但是巴黎没有山呀 汉斯被这个女人感人的智商 逗得是哈哈大笑 紧接着又注意到了一旁 不懂德语而急的抓耳挠塞的拦主 女影星连忙介绍这是意大利来的贵宾 没想到汉斯是个语言天才 也精通意大利语 早已有了判断 只是这里大人物太多 不方便下手 只好先游着他们离去 在入场的时候 他借口有事 要跟女影星单独聊聊 随后来到无人处 将地下酒馆捡的高官鞋 套在对方脚上 大小十分合适 证据确凿 没什么好说的 汉斯突然恶狠狠的扑了上来 将他掐死 随后又恢复了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 同时手下将拦主和另一个厄军特工抓过来 拦主无所畏惧 现在已经有两个自己人混进了会场 如果党卫军的人靠近 他们立刻会引爆炸弹 无论如何 都是无法阻止这场爆炸 而汉斯也不着急 表示就算引爆炸弹 也不可能同时炸死所有的头目 他只要打个电话 你们行动的影响就十分有限了 不过呢 如果咱们能够合作 他可以保证将党卫军高层一锅端 提前结束战争 原来呀 他早已觉察到了纳粹 气数已尽 而自己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 迟早会被清算 趁着这次机会达成合作 跳出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 拦主也很无奈 这次任务既不可施 不得不跟上级取得联系 汉斯接起电话 直接狮子大开口 要求行动结束后 要洗白他 对外宣布他其实是一个双面间谍 猎捕犹太人全都是为了完成重要任务的权宜之计 另外他还索要了豪宅 以及大量的美金 以供自己安享晚年 作为交换条件 他会亲自在首脑希特勒的座位下放炸弹 结束这场战争 另一边 女主有条不紧的实施了自己的计划 其实放映元老黑就是他的恋人 两人双双都做好了父子的准备 女主将所有的大门锁好 然后来到放映室换胶片 与此同时 战斗英雄左勒 看到大屏幕上自己大开杀戒 顿时有些厌恶了杀戮 从位子上流了过来 想跟女主聊一聊 此时的女主哪有心思哄你开心 几句狠话将人尽快打发走 没想到左勒路了 推门进去 非要讨个说法 眼看着一十八伙甩不掉 女主赶紧花风一转 来了个美人计 让他赶紧关上门 咱们时间不够了 这下把小伙给整不灰了 关上门 难道是要在被窝里 给我看你的夜光表吗 连忙劈爹劈爹的 转身去关门 就在此时 女主掏出手枪 毫不留情的射了过去 幸亏电影正好放映着射击的桥段 枪声被电影的声音掩盖了 女主把活干完 有些愧疚 准备最后去看一眼 这个深爱自己的小伙 其实并非他本意 可是为了报仇 不得不这么做 万万没想到 左勒竟然早就掏出了手枪 翻身的时候为自己报了仇 此时的放映厅 影片正好播到了 女主拍摄的短片 她的脸出现在巨大的屏幕上 宣告复仇的来临 而大黑点燃了所有的胶片 大火熊熊燃烧 迅速蔓延开来 党卫军官们都慌了 纷纷跑向出口 但是早已被锁住 就在这个时候 已经混入会场的 两名犹太裔混蛋特工 冲进包厢 杀死了希特勒和其他头目 然后用机枪 向所有人扫射 最后引爆炸药 为自己千千万的同胞 报了仇 事后 拦主一行人 来到同盟国的边防线 按照约定 汉斯交出武器 然后移交给盟军 可是拦主不服气呀 不能让你这种人 Happy Ending 一枪打死了随虫 然后命人割下头皮 汉斯顿时慌了 小伙子你不将武德 我们不是都躺好了吗 拦主并没打算 违抗上级命令 肯定是不会杀你的 但是呢 也不会放过你 于是在汉斯的额头上 刻上了党卫军的符号 让他这辈子 都别想摆脱万人的唾骂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无耻混蛋是昆汀 塔伦迪洛第一次涉足战争题材 剧本构思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想好结尾 本片一经上映呢 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啊 被提名2009年 嘎拉电影节金钟旅奖 还在第8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 获得了八项提名 创造了昆汀影片 获得奥斯卡提名数量的记录啊 本片的叙事方式 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昆汀风格 两条主线贯穿其中 女主苏桑娜的复仇 和拦主率领的混蛋特工们的刺杀行动 同时又分五个章节 每一个章节相互关联 但是在视觉和感觉上 会有些许不同 风格也有微妙的差异 正如昆汀自己说了 开篇的部分 感觉会像一个观众 在吃美国厨师做的意大利面条 会让你觉得奇怪 但是当你看下去之后 就能感受到它的有趣 要是把落手狗里的坏蛋 莎斯比尔里的复仇女 以及低俗小说里的结构 揉到一块 放在二战背景中 这就是无耻混蛋 昆汀向来以鬼才著称 拍摄电影一向天马行空 无所顾忌 本片也不例外 他大胆的将真实人物 和虚构的角色混搭 把史实和白日梦结合 打造了一部疯狂 而荒诞的二战梦 这里没有传统模式和固定套路 处处是意外和想不到 比如地下酒馆中 混蛋特工和党卫军军官的相遇 按照传统套路 一定是特工机制反杀党卫军 昆汀却偏要双方血肉横飞 全部团灭 再比如女影星 晃称自己的腿 是爬山时受了伤 汉斯笑得差点流了眼泪 这巴黎根本就没有山 一个做了多连双面特工的人 竟然如此智商感人 最后女主和佐勒同归于尽的场景 竟然还有一种爱情片里的浪漫和凄美 本片中仍然传达着昆汀电影里 永远没有绝对正义的思想 佐勒在大荧幕里看到自己英勇杀敌的场景 也意识到了那其实是一种杀戮 良心发现不忍直视 才会中途离开 而女主为了复仇 让放映员点燃大火的时候 屏幕上的面目十分猙獰可怕 让观众更直观的看到在杀戮面前没有正确可言 本片虽然荒诞 但是故事结构和逻辑十分严谨 节奏上也是张弛有度 尤其是在悬炼的设计上十分抓人 演员的表演也十分精彩 尤其是党卫军军官汉斯的扮演者 克里斯托弗·瓦尔兹 获得了嘎那电影节 以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其实他奖杯没到手之前 就已经被大家毫无争议的公认了 很多人不知道 张弛玉原定在戏中扮演的是女主的姨妈 电影院真正的老板 只不过事后剪片子的时候 昆婷觉得她的两场戏 跟整部电影的气氛不大调 思来想去还是给删了 于是乎女主就成了电影院的老板 另外关于男主角色设定为有印第安血统 要求特工们割下敌人头皮 其实也是致敬了布拉德·皮特 在电影《燃琴岁月》里扮演的角色背景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看我前面那部电影的解说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点一个赞支持一下 没点关注的赶紧点一个关注 可以及时收到我更多更精彩的视频解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